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入分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科学谋划了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 与会同志们表示 全会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强烈使命担当 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再宣誓 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 宁心俱力、奋发进取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 全会高度评价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 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全会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取得了局势瞩目的伟大成就 这次全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赦涉水思想的改革芯片 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装和科学的行动指南 必将有力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是一项全新的伟大事业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来攻坚克兰、开创新局 张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既高瞻远瞩又争抓实感 我们要牢记阻托 持续推动八八战略早生早食 强力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 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增程上 干在实处、早在前列、勇力超逃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坚持系统观念 全会强调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贯彻的重大原则 与会同志们表示 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 紧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 中国改革的航船 必将继续批拨展浪 壮阔前行 这次全会提出了六个坚持的重要原则 回顾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不平凡历程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 两个确立是党和人民应对一切 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 最大底气 最大保证 我们将肩负起总书记党中央赋予的使命任务 拥抱闯的精神 创的尽头 干的作风 扎实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广东世界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贡献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凝聚着全党的智慧 承载着万众期盼 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我们要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的这些 变成我们的任务清单 和我们的工作清单 逐条来落实 扩大主动开放 通过制度的完善 来促进我们的货物贸易 我们的服务贸易 和我们的素质贸易 以开放促改革 用高水平的开放 来推动我们高质量发展 全会锚定203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从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 国家安全 国防和军队等方面 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 与会同志们表示 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 求真务实抓落实 敢做善为抓落实 以实际时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 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全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 科学谋划了进一步全面生化改革的总体部署 我们既紧盯国之大者 推动一批签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 同时也要顺应民生的关切 来推进一批小切口的改革 在全面生化改革中 不断地增强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 走问走好 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 有什么问题碰什么问题 有什么读点 输什么读点 坚决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的决策部署上来 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锚定2035年的目标 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线 为强国建设民主复兴 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与会同志们一致认为 全会是新时代新征程上 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总动员 总部署 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在新的起点上 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 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努力奋斗 习主席是新时代 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家 我们一定要始终坚持 拥护两个权力 做到两个维护的根本立场 始终保持敢打必胜 勇往之前的战略作风 搞好我们布置建设 提高全面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 保家为国 为我们国家的发展 为人民提供美好安全的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 改革开放为广大人民群众 带来一个幸福的日子 尤其是民生改善 医疗 教育 酒业 养老 作为一个基层工作人员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为人民服务 从身边的小事情开始抓 用改革的办法来破解民生难题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 活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不断提高人